全体政协委员排排站 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入场 中国全国政协会议4号下午率先开幕 宣告两会开跑 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 中共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中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表过去一年的工作报告 主张中国改革开放 疫情防控 科技创新和民生经济等目标都圆满达成 谈话中没有点出台湾两字 但简短回顾了两岸工作 还宣扬中共未来的爱国统一路线 围绕加强两岸产业合作 打造两岸共同市场等协商建言 举办第六届两岸基层治理论团 促推两岸融合发展 两会期间中国各地的政协委员 人大代表齐聚北京开会 来自香港的人大代表也成为关注焦点 二十三条立法是必须的 而且是迫切的 秦中派香港歌手邝美云一现身就被记者包围 他支持细分国安罪名的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 主张能和国安法相辅相成 同样来自香港的林友诗出身于高雄 曾在二零一九年的政协会议 以台湾女孩的称号力捧中共 今年他以人大代表的新身份出席 却想甩掉台湾女孩标签 主张自己只是平凡的台湾政治学者 台湾是美国一个很好的一张牌 我觉得要慎防危机 美中关系牵动台湾稳定 中国两会期间是否谈及对台政策 受国际瞩目 进行的猜测 尽管